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看点冲 跑吧 他们跑不远的 大哥 他伤了 没用的东西 你送他回去 我自己追 走 都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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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去哪儿啊 天如绝人之路啊 跟着我啊 你真的不用怕啊 走吧 快点儿 你看 这鞋啊 这鞋啊 人家还在照顾呢 你快走吧 你走吧 我不想连累你 嗯 救命之恩 日后必报 你 哎呀 回主子 外面已经安排好了 酒也按您的吩咐办上了 您是不是 哭了这么多年 如今脾气太白 家里的下人 也想给主子磕磕头 喝喝喜呢 让他们喝着吧 能喝多少 喝多少 福里有什么好酒吗 陈年的还有几摊子 取两摊子来 是 来 省着点 就是他们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要去哪儿啊 巡访衙门 那妈妈快点人 过来过来过来 你知道吗 巡访衙门那帮人都是笨蛋的 没用的 那该去哪儿啊 得快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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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啊 不行 这事我得管 你管 我不再瞒你了 你知道我的名字啊 知道 小卫卫 我本名啊 本名 李小卫 你想想啊 把中间那个小字去了 叫什么 李 卫啊 对啊 就是李卫啊 你们听过吗 听过 他是我爹啊 你爹 下去 是 哥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啊 你没看见 家里啊挣白酒 风声传的那叫快 一下子 啊 全来了 啊 全来了 啊 我跟你说 那十年八年见不着的 全冒出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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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一醉方休 嗯 好 哎 嗯 这不是给你喝的 这不是给你喝的 嗯 嗯 你 你 想到啊 事局 变得这么快 这么突然 你 你说什么 要早知有此一变 或者早点动手 或者晚点动手 正好凑到了这个当口上 不巧 真是不巧啊 你是说 杀那两家人的事 你后悔了 后悔 就是把紫禁城里的人 都杀了 我也不会后悔的 我是说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不能出事 你还要杀谁啊 知道这件事的人 没人知道啊 你再想想 那几个家伙 是 不弄干净了 我们这个贝子爷 当不踏实啊 快快快 快来呀 快点快点 快快快 快点快点 快呀 什么事啊 喂 哎呀 哎呀 一个 一个是我 可爱的亲舅友 一个是我 漂亮的石榴阿姨 我有点事 一定要绑我的毛 喂 喂 你又干什么了 你又干什么了 这话 问我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 哎呀 长话短说 各位 亲爱的家人 是个女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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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能再找 多一个人 就多一重风险 我看 你未免也太小心了吧 还不要说没出什么事 就是露出点什么 连皇上都开恩 还了我们爵位 哼 还有谁敢跟我们过不去 刚才我给阿玛磕头的时候 忽然得了点她老人家的灵气 你以为皇上是真喜欢我妈妈 还是喜欢我们 哼 什么都不是 她那是在出死人的派 抓住机会 显示仁慈 做做样子给天下人看 说到头 是为了她自己 我们这个 什么赏团被子 不过 是个佩的 佩的不佩的 反正是还了 你 狐吐 死个把人不是大事 可要真出了事 那可是在打皇上的脸 那可就真的完蛋了 天知道会怎么样 全境改名字叫猪叫狗 阿其纳赛斯黑 那是客气的 趁着现在 什么都没发生 必须除掉一切后患 必须死无对证 老爷 真不容易 今天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走 老爷 老爷 又出什么事了 有两个官差被杀了 怎么回事 是 是 是这么回事 这两个人发现了嫌犯的踪迹 是在街上发现的 后来不幸被杀了 全都死了 是什么嫌犯 跟廷和轩的那桩命案有关 而且是同一伙人干的 廷和轩 哎呀 您忘了 就是您让我从寻方衙门调来的案子 廷和 哦我想起来了 我们的人已经发现了踪迹 就是贼窝 这可是 您经弄皇上的案子 对 本来是瞎抓个挡箭牌 当个说头躲事的 还真撞上门来 哎 这伙什么人 闹起来没完没了了 看样子 像是专门吃这碗饭的 要不 咱们告诉寻方衙门 让他们接 哎呀有那功夫贼早跑了 算了算了 哎 派几个利落的 把人先抓起来再说 去啊 啊啊啊 哎 是二位爷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昨天晚上干得不顺手 其他人呢 大哥追人去了 老二抓药去了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也许快了吧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不能久留 回来 回来以后啊 告诉你大哥 现在风势很紧 不管那个活口杀没杀掉 都要停手 你们马上离开 到外地避一避 这单买卖到此为止 嗯 钱呢 你们先拿着用 日后手都紧了 你们再来找我 明白吗 哦 二位爷好心肠啊 好了 别动了 好好休息吧 喂喂喂喂 高一点啊高一点啊 喂 这是两堂好酒 留着路上喝 好的 谢谢 里面的人听着 你们的屋子已经被包围了 你们谁都跑不了了 懂事的就自己走出来 并不血润 我们罪简易等 别让兄弟们为难 这是怎么回事啊 出了什么事啊 这我也不知道啊 也许是他们掉顶了 这回完了 大哥 你要干什么 我不能活着给他们 好 你要走 我们就 一块走 等等 有暗道 什么 暗道 在哪儿 暗道 在那边 哥 有暗道 快走 大哥 你带我一起走吧 我带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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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能活着给他们 没动静 我们冲进去 好 你们冲进去 快快快快点 人还活着 啊 人呢 其他人呢 杀人灭口 谁杀人灭口啊 怎么啦 哎呀 怎么啦 哎呀 八 八 八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不过啊 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也许啊 是什么人的外号 叫八什么 但是这个八什么 一定是最后杀人灭口的人 回带尊 这是从那个小屋的床底下挖出来的 在灶台底下还发现了一个暗道 屋里的人都是从暗道逃跑的 哎呀 倒真是个贼窝子 奇怪 人不带走 这么多钱也不带走 哎 当时那个人的伤势严不严重啊 只砍上了一条腿不严重啊 凭这些人的伤手 把他从暗道里带走应该不难啊 就是说 当时在屋里的 嗯 不是同伙 要是同伙不会这么干 这屋里啊 肯定还另外有人 对 应该是那个叫八什么的 而且呀 就是要杀人灭口 这八 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这些饭头 这么多天了 就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刺客的名字 知道了吗 有几个人知道了吗 什么来路 知道了吗 为什么杀人总该知道了吧 昨天吃了几碗饭 知不知道 行 刘你们可真有用 老爷 五座们请你去庭宴处 活人还没影子呢 我看死人干什么 他们说发现了一点有用的东西 走 走走走 站好了 是是 我冻死你们 你 老爷 来了 您 老爷 老爷 您过去看看呢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人手里他钻了一样东西啊 东西 对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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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您看啊 老爷 老爷您看他手上 那绳子已经扯断了 看样子啊 是他离死以前 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 您看 你过来 摆开 哎呀 使点劲 使点劲啊 摆不开啊 省劲 来 你 我就不依你 你 你 会不会扎事啊 老爷 您放心 这死人呢 比婚人老子多了 好 好了 再为了 你放 那是什么 像是个什么 没有人 您看 您看 来 来 那么晚了 想做夜游神吗 我倒想到头睡个踏实觉呢 睡得着吗 上个贝子爷无福消瘦啊 什么 放屁 我还真不领情 这贝子爷本该就是我的 如果是八爷继位 你现在还是皇上呢 当心 隔墙有耳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是死 有一种坐以待毙的感觉 也许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吧 我听说这件案子已经到了李渭手里 那个人应该知道 那是雍正手下的得力感将出手特别的狠 号称没有办法成的案子 那是当年 如今时过境迁 主子不一样啊 如果真是聪明人 做事也要掂量掂量 掂量什么 皇上刚刚对我们试完恩典 也算是朝野惊动的事 不要说查不出来 就算使得查出来 能拿我们怎么样 明星正典 游街势众 那就等于说皇上瞎了眼 我就不信 他李渭敢往皇上的脸上抹这把泥 道理是不错 可我还是担心那个李渭 听说当年这个李渭 只是一个街头混混 大字不认一个 一身歪点子 他要是真的不明事理 乱打乱撞起来 怎么办 哎 坐着干等的滋味真不好受啊 不能干等 他和成亲王都是传旨的钦差 赵丽应该回泄 我们去一下 一是探探虚实 二是敲打敲打 该明白的 要让他明白 看成泽倒是个值钱的东西 再值钱他也不会说话呀 这么晚 我去找两家大御枪行问问 他们见得多 也许能问出点什么 好 好 好东西 真是件好东西 也是想买 还是想卖 我们再查一件案子 这是个正物吗 案子 什么案子 是扎海内装命案 你没听说 他和那案子有关 别瞎打听 你就帮我查查他的出处 看这做工款式 不像是市面上的玩意儿 像是供奉内府的东西 不多见哪 连你都说不清楚 这内府的降座 留到市面上的不多呀 这还麻烦啊 不过您来巧了 成亲王府的内总管 正在我这儿给王爷看玉呢 应该见过这东西 您稍后 我去给您知会一声 多谢多谢 哪儿来的 是寻方衙门的人拿来的 说是和石上海的案子有关 这东西 怎么会和那桩案子有关呢 说是个物证 人呐 在外面 让他进来 我说话 是 建国老爷 您找我有事 这个东西是你的 二位爷如今已经复决 金之玉业还是金之玉业 李贵不过是奉旨办差而已 当不起一谢 哪里 论差事 李大人是奉旨钦差 论职位 您是一方土地 门槛高得很 瞎混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李大人倒是真人快语 李大人最近在忙些什么 忙也是瞎忙 都是些不值一提的事 可是我倒是听说 李大人最近在忙一个案子 这么大的地面 五行八座的 一天不知道有多少起 您说的是哪起案子 听说石刹海那边 发生了一起命案 杀了两家人 惊动九成 对 是有那么一见 二位爷对这件案子有兴趣 是这么回事 那个被杀的人 是不是叫海成 对 还有一个叫傅望的 您认识 宗人府的嘛 过去多少有些交往 那是那是 有点没有没有 巡方衙门也刚刚交过来 我这忙忙叨叨的 也没怎么太上心 二位爷对这件案子挺上心 也没什么 只不过一提到宗人府 心里总要动一下 当年我阿玛是领侍卫内大臣的 正管宗人府 所以一听说宗人府的人被杀 难免 二位爷有什么嘱咐 我紧密关照就是了 我们能有什么嘱咐 如今天子圣者 世道清明 偶有盗匪嘛 也不足为患 那是那是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李大人当年是拥抵出来的人 是 李大人是能臣 早有耳闻 无论是整肃贪官 还是集拿盗匪 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啊 难怪圣卷不衰啊 是啊是啊 李大人是伺候过老少两代主子的人 那自然是不同的 二位爷把我夸糊涂了 李大人 您乃国之干臣 千万不能糊涂 明白 明白 眼熟得很啊 当时我就觉得眼熟 回来翻了翻 还真翻出来了 您看 一模一样啊 如果奴才没记错 这是康熙爷的赏赐啊 想起来了 这是哪年的万寿节 皇阿玛赏赐我们几个皇子 和晋之宗室的 对 就是那次 这话说起来 多少年了 可恶啊 这是哪个不争气的败家子 敢把上赏的东西拿出来换银子呀 王爷 不是换银子的 寻防衙门的人说 这是一桩命案的物证吗 什么 什么命案 7月15那天 石沙海边上有两家人被杀 在什么厅 厅和宣 您怎么知道 那天上朝 李卫跑去说了这件事 就和这个有关系 这是从杀手身上掉下来的 什么 你说从杀手的身上 掩尸的时候发现的 怪事 怪事 被杀的是什么人 是当年宗人府囚禁处的 两个典狱官 囚禁处 如今已经退了 是 你在想什么呢 那两位贝子爷的这套云山雾罩 道横海浅 心急了些 他们对那招命案感兴趣 那你说说是为什么 他们不说了吗 有过来往 什么来往啊 宗人府囚 你再看看 那个海城父王 是什么时候升任 宗人府的典狱的 雍正二年 他们俩的阿玛 就是八爷九爷 就是那年 死在宗人府狱里的 有传言说 死得不明不白 我现在明白这什么意思了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不能向主子寻仇 杀了个奴才 也算是祭奠 他们先派刺客 后有杀人灭口 都是他们一手所为 我敢跟你打吐 那你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不是此地无音三百两吗 他们是敲打我来了 没听他们说吗 要维护圣体吗 犯案一事 是要查出来 谁就是一身骚两腿泥 他们说得明白 这还不是一代主子 事关两代主子 这汗水 真是越来越浑了 这汗水真是越来越浑了 这事烫手啊 王八蛋 告诉下面的人 谁也不许擅自行动 更不能没事找事 节外生枝 明白 大哥 咱们这是人才两空啊 银子没了 兄弟也没了 那是咱们二十多年的兄弟啊 这地界 咱不能呆了 我们走吧 我还就呆定了 我哪儿也不去 哪儿丢的东西 我在哪儿找回来 钱我得听到想 咱兄弟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豹子头不能认这个灾 人在哪儿 这钱又在哪儿啊 我要冷静 我要冷静 那天晚上 我们去杀那个丫头 在屋里你看到什么了 没见人影 就有一桌菜在那儿摆着 几副王冠 好像是两副 两副是吧 还有一个人在 跟那丫头在一起 会是谁呢 外面有官差守着 还能进去一块儿吃饭 我不管他是谁 能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 肯定是个局内人 只要是 能找到他 就能找到我们所要的 你打算到哪儿去找 有地方打听 大人大人 我这是官差办案 问你点事 有什么说什么 是是您问您问 东边那条胡同有一个小宅门 前两天晚上有官差被杀 这事你知道吗 哪能不知道 两人全死了 听说是什么刺客 就在十八分那天晚上 你们往那个门里送过吃的 对不对 没错 叫的菜 四荤四素 外带一盒 细馅点心 什么人叫的 我看您这就不用查了 我们俩谁说了算哪 我是说 那个来叫菜的 他是 谁 他是顺天府尊 李大官人家的大公子 干什么呢 我 我先不跟你说了 这丫头 我要是不跟您说 还真有点憋不住啊 你这是闹什么谣呢 我要是告诉您了 您可千万别嚷嚷 在这家里什么事没见过说不说 这叫什么事 我就知道您要嚷嚷 不管怎么说 人家现在是落难的 您知不知道啊 落难的多了都往家里领了 管管别急啊 送走啊 我跟你说啊 您那孙子这两天眼神都不对了 你知道吗 要是转眼人不见了 他急唇好歹来 我看你怎么办 知道了 你说这小兔崽子 也太出格了 这自古以来 什么公子落难 小姐偷情什么的 那也是有意讲的 那是说书的瞎白话 来真的还行 您就不想看看那姑娘 还真水亮 我们什么人家 是关于换人家 那得有规矩 好 我这就送走 行了吧 等等 我去看看 您老可慢着点 走 好 您可慢着点 哎 这这这就这 好 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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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想着既得行善 好 别难过 明天哪 我带你去逛祭寺 让他们好好念唐经 我们就算结了善缘了 谢太夫人 没这么多礼数 你说她长得是不是有点像小维她娘啊 小维她娘年轻的时候漂亮着呢 是啊是啊 哎老太太你好眼神哪 我说我刚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她长得像谁呢 真的啊 哎 拉起来 拉起来呀 接着来 嗯 好 好 好 接着来 嗯 好 好 好 王爷 我查出来了 嗯 我查了内部府历年赏赐的抵挡 这是康熙五十八年万寿节的赏赐 一共有三对玉七脸 咱们府上赏了一对四爷一对 还有一对赏给了八爷 我还查了一下被杀的那两个人 一个叫海成 一个叫父王 都是当年宗人府的典狱使 老八老九被圈禁的时候 当时他们俩都是典狱官 对不对 对 您怎么知道的 哼 就是从我看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 我就已经闻出点什么了 可是八爷九爷都死了 可他们并没有绝后啊 他们的儿子 有点意思 真有点意思啊 我说爷啊 这怎么还有意思啊 皇上刚刚力排众议 为八爷九爷平了烦 还赏还了绝位 转眼 这两位贝子爷成了杀人犯 这不是撕了皇上的脸面吗 你说还有什么 比站在一旁看别人摔跤 更有意思的事啊 包子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留言的吩咐 小的不敢不同了 尤其是你 还有你 你 我现在进去买东西 在门口等着好吗 又怎么了 您不是说出来买书吗 可这是卖绒花的铺子 我知道啊 我认识的 我会看啊 ben 我认识的 没错 我跟了他两天来 他就是一球 现在多少 在los 等等 你没看见干着什么 大哥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情 太 太什么 太悬了 那可是顺田服饮的儿子 可这口气我得争 不管是银子还是那丫头 我就是拿不到一样 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露面 我这几十年的名号就算完了 不好下手啊 看看再说吧 爷 好严厉 您手里拿这个 客群郡王府的四册附近 刚刚顶走一对啊 我看挺一般吧 高 高 您这是行家 才有更好的 你等着啊 爷 如今这荣花呀 炸得是越来越差喽 这 可不是 不 这位爷 您想买好的吗 嗯 你有吗 那就看爷 识不识货了 你见过啊 爷 见过什么呀 不就是荣花嘛 我见过不少 见过很多很好的 我见过 您能帮我找点香样的吗 爷真想买吗 也得拿得出手才行啊 不瞒您说呀 我家祖上两代都是扎荣花呢 是吗 终于共放内庭啊 那您手上有货了 我现在已经不干这行了 不过我家里还有点存货 那怎么着 我带也 不行啊 今天不行啊 我爹管得我很严 我每次一出门呢 就有两个人跟着 那这事儿 哎呀 实不相瞒啊 我呢 他在刘香苑看上了一个美女啊 喜欢的不得了啊 总能让他高兴 就怎么来了呗 这可是艳谱啊 可不是吧 你说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 那就这么决定吧 明天中午 我爹睡午觉的时候 我再溜出来找你了 明天睡得见 老虎也有个好消息啊 哎呀 凶手露面了 真的啊